爹 这个花瓶恐怕比我还贵啊 要是我一不小心花瓶碎了 我怕您心疼 没事啊 花瓶要是砸了 我就给你换个柜子 要不我跟阿列换一下吧 他的看起来小多了 不行不行 我连这个小多都快顶不住了 我是小姐了 你这丫头真不贴心 你是小姐吗 你不是神勇威武的龙少侠吗 爹 女儿知错了 齐国侯也敢招惹 你的胆子比脸盆还大 说 你是怎么从牢里逃脱出来的 不是爹救的吗 我救的 我哪来那么大的能力啊 您就别谦虚了 有谁不知道司徒大将军的威名 爹说出的话 谁敢不买账 我是去见了刑部侍郎 但是我只是去了解情况 我并没有说要放了你 爹 您是大将军啊 我是你最爱的女儿 偶尔运用全力关照一下 也是人之场景 没什么不好承认的 我确实没有去求她 可是他们说有个贵人帮我们 那个贵人真的不是你吗 到底是谁 你说这个刑部把人给放了 上站起来的 给我跪好 你们俩干什么 举起来 来 来 虽然这次咱们人算不如天算 败下阵来 不过大难不死 同样值得庆祝 对不对 以茶代酒 大家干杯 来 要是干成了 那可是山珍海未穷将业 要是失败了 那就是清茶一壶 喝着几个花生米 别埋怨了 记住万人敌的明年 混混是没有悲观的权利的 我失恋了 我失恋了 失恋了 你几十谈的恋爱 我们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我热恋了那齐国后那几箱宝贝 哪知道头来还是舍我而去 想到那几箱宝贝 这下陈锋宝从我手中轻轻划过 这毫不停留 我恨不得一头撞死 难得见你这么消沉 好啊你们 你们果然在这里 叛徒 你还有脸现身呢 喂 我停在来找你们 你手真戏 跟女人一样 戏你个头啊 连腰也戏啊 又来女人的招式啊 你才是女人呢 没种 我问你 我还要问你们呢 昨晚你们一二三四五都到哪里去了 约好去打击怎么都爽约了 我们爽约 你才爽约 你才爽约的 我爽约 嗯 我们不是约好子时三科要行动的吗 我和陈锐在那边等了半天 连那个鬼影子都没有看到啊 约的是郑子时 你怎么多了三科 这么说 是我记错了 猪脑袋 我说猪脑袋 你别闹着行不行啊 以后这么重要的事情麻烦你记准时辰好不好 多了三科我们都已经蹲进大牢了 你们给官兵抓了 是啊 抓了又放了 把我们当作祈福放车的乌龟了 哦 难怪 哎 你难怪什么 我昨天和陈锐等了半天正想放弃的时候啊 看到一大堆官兵从齐国府那个仓库里面搬出一箱又一箱的东西 那是行不查封的脏物 我们没管那么多了 我和陈锐就联手抢了一箱啊 什么啊 什么啊 以陈锐的武功抢十几箱都不成问题 这不过我们 不过什么 不过我们才两个人抢多了也拿不走啊 浪费 你真的抢了一个箱子 他现在在哪儿啊 我们得手以后到处找不到你们 总不能让我们拿着箱子到处走吧 不是呢 最好拿到万人敌住的地方随便放着喽 箱子在我家 嗯 什么 当然是吧 失陪 等等 你不去瞧瞧 跟上 来 我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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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烦闹了 小洛夏 有了这箱珠宝 你想要新建房子帮助难民的心愿都可以实现了 这不是做梦吧 这不是做梦 你不去瞧瞧 一双 这个梦 他真的是混活了 他哪来的天分能混得如此纯真无形讨人喜爱呢 小龙虾就是公主 她就是公主 师父 这是真的吗 公主天生善良 虽然有事刁蛮一些 但她身体力行的 都是济世救命 太好了师父 我们竟然有这么好的公主 只要公主救助了这些难民 到时就会言为天下 公主只要一声令下 到时四方必会响应 那我们复国就有希望了 对 公主是我们的希望 会引导我们复国的 但是公主好像跟皇上真的很熟 师父 现在是我们杀掉 皇帝最佳的时机 如果公主肯帮忙 我们杀死皇帝 就如同碾死蚂蚁一般轻松 不可以 这样做会节外生枝的 师父 机不可施 时不再来 请师父下定决心 求心愿以命相搏 公主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我们不能逼公主这么做 那我们就把国桥假恨 告诉公主 不行 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机 师父 你太优柔寡断了 你不愿意说 那我来说 不行 你太冲动了 时机未成熟 我们若贸贸然这么做 只会坏了大事 师父 如果我们不把握时机 那我们就没有希望了 师父 徒儿恳求您把握机会 杀掉皇上 求心 你明不明白 如果没有公主 我们却杀了皇上 一点意义都没有 只要我们下定决心跟踪公主 就一定会在宫外找到皇上的 求心 你的心里就只想着报仇 你有没有想过 公主和皇上是好朋友 如果皇上一死 公主一定会以死相报 如果没有了公主 那我们就会前功尽弃啊 那复国报仇呢 没有公主 我们何来复国啊 师父 够了 如果你心中还有我这个师父 你就听我的话 如果你还是要一意孤行 你现在就给我走 从此 我们的师徒关系 就一刀两断 对不起师父 徒儿冒犯了你 求心的命是师父救的 求心对师父一直像亲娘一般 绝无二心 这是报仇心切 请师父恕罪 求心 师父知道你很想报仇 但我们一定要以大局为重 是 求心明白 求心一切都听师父的 嗯 你能够明白 那就好了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公主若要行善 我们绝不可以袖手旁观 我们要帮助公主 怎么帮 捐一些钱给她 还有 我们一定要保护公主 这次难民很多 我们一定不能让公主 有任何闪失 师父放心 为了公主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嗯 老爷 老爷 昨晚那么晚睡 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 我跟剑南呢 做了个彻夜长谈 你们父子俩谈些什么呢 孩子大了嘛 做爹的呢 总要关心关心吧 娘 有件事我一直难以启齿 剑南呢 男子汉 有什么话就说出来 你说吧 有什么事娘站在你这边 这些年来我心里 一直有一个女孩子 是文强 对 我觉得文强 是天底下最好的女孩子 我想娶她 请爹娘能够成全 文强是个好女孩啊 从小就听话懂事 我也很喜欢她呀 这不就成了 文强啊 我也喜欢 我们剑南的眼光不差呀 可光我们家喜欢不成啊 不知道人家文强 会不会喜欢咱们家的剑南呢 上次文强能上我们家来 你还不明白啊 哦 哦 哦 是 文强也很喜欢咱们这个家 我们俩已经说过这件事 他很愿意做你们的儿媳妇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夫人呢 我今天就去文家提亲 嗯 谢谢爹 好 我爹 我爹 已经去求亲了 求亲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我爹已经去你们家了 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啊 你爹一定会答应我们的事的 我爹早就夸你比我弟弟强 他说你武艺好 人又不礼貌 而且 咱们俩家也是门当户队 什么 是啊 丞相家和大江这家身份高贵 一文一武 正是绝配啊 我回去啊 就知道结果啦 我回去后也赶紧问问我爹 如果成了 我要请三天的课 看吧 你高兴的 你不高兴啊 我当然高兴啦 丞相意下如何啊 我看这恐怕不能算绝配吧 我女儿文强和你们家司徒贱男 我看并不合适 怎么会不合适呢 令爱当然是百里挑一 可是我们家贱男也是文武双全 品貌也是优秀的 司徒贱男那小伙子倒还不错 我也不讨厌他 只是我们文家 并无意和你们司徒家连殷呢 文丞相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就是这个意思 文丞相 文丞相 我们虽然政见有所不同 但是都是出于 忠君爱国的目的嘛 这里我想 不该有个人的恩怨吗 没有个人恩怨 你就别在人家背后捅刀子 玩阴迹 我告诉你 我仅是打死也不会 找到你们家去的 这没你的事 出去 文丞相 我不明白 玩了阴的还不承认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竟敢如此放肆 那会怎么样 滚 滚出去 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这世上黑的白的 用得着你在这说吗 好 我滚 但四渡星云 你给我听好了 我是打死也不会 让我姐家到你们家去的 四渡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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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子无知 还望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四渡将军 四渡达 四渡将军 十渡iren 是 不登须 四渡将军 9 和 咱俩 马军 猪 谢谢 致 我也进力 吴 Mor 大将军 我作为丞相 在我丞相管辖的范围内 官员也好 难民也罢 只要是我丞相的圈子里 还请大将军 不要参与进来 难民问题 只是皇上提出了 我才说了几句 我敢发誓 我完全是出于攻心 好 那我的二女儿 不可能嫁入司徒府 这总算我们家的私事吧 告辞 不送 姐 姐 三弟 你怎么跟这大伙在一起啊 我们在路上碰到的 所以就说了两句 慧桃 好久不见 我最好一辈子都不要见到你 司徒建南 我知道你在打什么鬼主意 你想勾引我姐姐是吧 痴心妄想 弟弟 大家从小在一起玩的 你不要这个样子 姐 你不要吃里爬外行不行 他老是在背后 捅咱们爹刀子 你还有脸跟他在一起 不许你胡说 我胡说 大姐在宫里亲耳听到的 他老就参咱们爹 倒貌黯然的家伙 居然还有脸上咱们家来提亲 你见过司徒大将军了 当然看见了 他那张老脸 司徒建南 你别痴心妄想了 你爹上咱们家来提亲 被咱们家拒绝了 赖蛤蟆想不吃天鹅肉 也不想想自己配不配啊 你 你说的是真的吗 不信的话 你回家问问你爹吧 不过 要是没有羞死的话 你现在也差不多该滚回家了 姐 快回家吧 别再丢人现眼了 姐 文强 姐 姐 梁兄 这不文韬吗 这么巧 你在这干什么呀 送我二姐回家 你二姐 你二姐在哪里啊 前面哭的那个 什么 你是说前面哭的那位小姐 就是你二姐 对啊 文家二小姐文强嘛 实不相反啊 本人见过你二姐 而且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我就觉得她 美若天仙啊 难不成 梁兄喜欢我二姐 我 我 我就是怕他不喜欢我呀 对了 这次我爹来呢 也就是为了提亲这件事 兄弟 你觉得我 还有希望吗 依我看哪 梁兄你和我二姐 才是绝配 兄弟 只要有你这句话 我日后只要是做了你的姐夫 你要什么 我给你什么 这我不怀疑 当姐夫的嘛 肯定要和好小舅子了 是是是 对了 我这就回去 让我爹写一封提亲信 好 那我在家里恭候你这个未来姐夫了 好好好 那我找我姐去 你去去去 先回事 我再不知 你站住 爹 你放心 我一定给你打出司徒家的威风来 小独子竟敢撸虎须 今天我非把他丢到茅客里去委屈 你又给我回来 这没你的事 你一个女孩子家你乱出什么头 静儿 你别再惹祸了 你闯的祸还少 难道我们就认那归儿子欺负吗 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一张口就是脏话 王八蛋龟孙子兔崽子这种无赖的花 是你一个大家闺秀该说的吗 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文家的小王八蛋龟孙子 我们何必跟他一般计较呢 老爷 你怎么也说丧话呢 我气糊涂了 爹 你消消火 我非要替你出了这口恶气不可 行了行了 你别瞎唱歌就好了 咱们家可不是下三烂 受点气 难不成要打伤门去吗 像话吗 爹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简单 你是司徒家的好男儿 事可杀不可辱 咱们宁可丢了性命 不可丢了脸面人格 是不是 对 孩子 这天底下的好女孩有的事吗 不只他文家一个 他家这亲呢 咱不解了 儿啊 你别这样 央瞧这心疼 文强是个好女孩 我和你爹 也愿意让他嫁到咱家来 可是他一家 现在恨透了你爹 咱就算搭上爷面 他们也不会同意和咱结亲的 既然这样 咱还不如保全面子呢 不 我不同意 你 你又来了 你到 你到底要怎么样 咱们司徒家的面子 难道就不要了吗 被人家侮辱成这样也不还击 就算有面子了吗 那依你像个无赖似的打上门去 就有面子了吗 荒唐 真要找回面子 就要想办法把他家女儿弄到咱们家来 怎么着也得让哥哥娶了文强 到那个时候 那老东西和那小鬼才叫死没面子呢 静儿 你说的容易 那老东西 他怎么会同意把女儿嫁给咱们呢 就是啊 难不成我再活上个老脸 上门去求亲吗 静儿 爹 女儿怎么敢让爹再去受人侮辱呢 除了上门提亲这个笨办法 还有其他许多办法 说的轻巧 除了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还能有什么办法 那可多了 比如什么幼拐啊 生你煮成熟饭啊 投粮换猪啊 威胁恐吓 停停停停 静儿啊 你是大小姐 不是下散烂 不过是随便说了几条小把戏 我还有更高级更觉得呢 行了 你们别管了 哥的事就交给我吧 哥 走 你别管了 我真是你 你别管了 你别管了 我带上来 我带上去 你别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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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不可 这么说文强被梁君卓看上了 是啊 梁君卓以前不知道什么时候见过二姐一面 他很倾慕二姐 而且他父亲也早有和咱们家结亲的想法 那齐国侯这次进京就是和这事有关系 对 而且梁君卓会很快带着他爹的求亲信来咱们家 那这事倒要好好考虑考虑 爹 这还要考虑什么 温涛 其实爹知道 你二姐很重义司徒见男 你爹我呢 也挺看重司徒见男的 司徒见男怎么跟人家梁君卓比呢 爹知道 上次司徒见男赢了你一招 你到现在还都一直记在心里 爹 他既然学会我二姐 干嘛不给我点面子啊 这件事是你小心眼了 爹在想 我是不是也小心眼了 爹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温涛 爹虽是丞相 你姑妈是太后 你大姐也在宫里 可我还是感觉皇上 渐渐对我有些不满也不太在乎了 像这次在金殿之上 当着那么多的大臣 让你爹下不了台 嗨 那还不是那个司徒清云在后面搞的鬼 司徒清云 哼 在朝中 我和司徒清云分治文明 可如果我们两家联姻了的话 那司徒清云就是亲家 而不是敌人 那我们文家可真是根深蒂固了 爹 就算司徒清云跟您做了亲家 也未必不跟您作对啊 他不是一向以刚直自诩的吗 还有梁君卓 才貌过人 不亚于司徒见男 再想想 齐国侯的势力 难道比不上一个大将军吗 人家可是雄霸一方 猎土分封的 好 爹就认了这门好亲戚 他要脑子 也不太好 又是一半 你以后 来 你以后 又淋着 以后 是这儿 该是地上海 那位 你自己的 不是说帮你了吗 可不是 哥哥 你现在的样子就像难民 我恐怕比难民 还有可怜些吧 哥哥 就算你是难民 也不必这样啊 少爷 你可知道城外的难民 最想念的人是谁吗 他们一想到 就充满了希望 我知道 小龙虾 小龙虾 什么货色 听说就是个混混 可他可真够有钱的 不仅仅在城外诗周 还盖了那么多房子 供难民住 就少爷您看中的地方 都成难民窝了 敢占我的地盘 我看他是活腻了 少爷 那本来就是个没主的店 这事就算报官 恐怕也没用啊 报官这么好的主意 你都想得出来啊 咱们就是官呐 是是是 快找这个人 把事情摆平 好的少爷 我这就去办 小子 你现在知道 小龙虾的拳头 多厉害了吧 好 好 小龙虾 我这两招都被你学去了 好在你现在用的是拳头 要不然你把你这龙虾钳子给取出来的话 这虫子早就被你掐死了 你们这群混混乞丐都活腻围了吧 什么地都敢占 什么人都敢打 我看你们就蹬死了 闭上你个会放屁的嘴啊 我告诉你啊 老子在这里画一个圈 这里就是小龙虾的地 怎么样 给我上 来来来来 请来 你总的别跑啊 还有你这只小龙虾 等我们家少爷来了 非把你捏碎不可 走 大爷我今天正愁有气没地儿撒呢 赶快叫你背后那只缩头乌龟露出头来吧 看我不扭到他的脖子 你怎么会到镇这儿来啊 其实我不应该到这里来 只应该在外面的 为什么 是闻贵妃吩咐我来叮嘱皇上 时刻注意皇上在什么地方 皇上 那您今天可没法出宫了 这闻妹儿 几次跟母后说镇不在宫里 母后都会在宫里 都开始怀疑朕了 不出去就不出去吧 省得叫阿琪为难 谢皇上体贴 阿琪 阿琪给皇上添麻烦了 哪里 你帮了朕不少忙 朕应该谢谢你呢 对了 文妹儿这两天应该老实一点了吧 她那脚不行了 是不是总得坐在床上啊 皇上这回可想错了 文贵妃这两天咬了牙发了狠 正在拼命练习走步呢 走步 她怎么练习走步啊 文贵妃说了 打死也要把自己的腿脚练好 以后皇上要是再领她巡视宫中 就想把她拖垮 她倒是有股狠劲啊 她不疼吗 疼是疼 可是她好像没有做不到的事 文妹儿从小就这样 只要她想要的东西 怎么样也要弄到手 那现在她最想要的 是皇后的位置 难道这个位置 真的充满了魔力吗 能把一个原本不坏的女人 变得十分的疯狂 朕真想知道 一个弱不清风的女子 拼命练习走步 是个什么怪模样 没有 啊 啊 你了 哎呀 哎呀 哎呀啊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小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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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个女人应该坐到边疆去啊 够狠 够绝 够坚韧 这 这是女人吗 太可怕了 朕都有点心疼她了 对自己都能这么狠 这还算是女人吗 当然 她还是您心爱的表妹 这 寻朕开心啊 看您说的 我说的都是无关痛痒的话 说起寻开心啊 皇上 那得说是小龙虾 那是 朕跟他们在一起混的时候 还真是十分开心 我感觉到出来 她怎么跟您闹 您都觉得特舒服 小龙虾虽然有点闹 可她是真正的善良 那我妹儿要是有她 十分之一的善良啊 朕也会对她好一点 在宫里有一个善良的皇后 实在太重要了 那是 不过话又说回来 如果她真的当了皇后 目的达到了 说不定就变好了呢 怎么 你希望她当皇后啊 不不不不 我是在想啊皇上 您说您能挡得住 文丞相和太后的两面夹击吗 挡不住也得挡啊 文妹儿是个不甘寂寞的人 她现在在宫里 已经是不可一世了 要是她当了皇后 到时候宫外的事 她肯定也会横加干涉 文章已经够跋扈的了 她女儿要是当了皇后 那还不上天啊 肯定得上天 其实文妹儿 如果在宫中 能够对人家好一点 对外又能替朕抵挡她父亲的话 朕又何尝不考虑 让她做皇后呢 可惜啊可惜 她眼里啊 只有她那爹 娘娘 皇上来看您了 真的 在哪儿啊 哪儿 皇上 您看这 不是在哪儿啊 走 过去吧 表哥 表哥 妹儿 皇上 你怎么来了 闲着没事到处转转 妹儿 你在做什么 我在练习走路啊 脚不是伤了吗 这样练不会痛啊 为了不让表哥把我甩得远远的 什么苦都能受 你这又何苦呢 不是说了吗 吃的苦中苦 发挥人上人 妹儿 你怎么不明白啊 走得快走得好 对于贵妃来说 并不是最重要的 那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 宽容大度 和一颗悲天悯人的善心呢 表哥 你是在受我恶毒吗 你 正是在帮你啊 帮我还说这种挖苦话 你看你看 朕才说宽容 你又在小心眼了 表哥话里有什么音 我还是能听得出来的 要是没这点本事的话 那我就比落在树上不飞的鸟 还要笨 行行行行 你爱上书上书 爱飞哪儿飞哪儿啊 皇上表哥 皇上 文强 她是我的二女儿 也是我的掌上明珠 君者 你给我听好了 你可一定要对她好 梁兄 你愣着干吗 爹已经把二杰续配给你了 小续叩谢岳父大人 起来吧 我们今后就是一家人了 不会把你当我自己的儿子看待 我二女儿她性格很柔善 不张扬 你记好了 你可不能欺负她 岳父大人 您就放心吧 我梁君卓 一定会像爱护自己一样 爱护您的女儿文强 好 好 我对你有信心 我家文强 终于找到自己的归宿了 小姐 我爹他为什么要这样 他为什么要把我嫁给一匹狼 那梁公子看起来也是一表人才啊 那梁君主 尽欲其外 半血其内 他根本就是一个禽兽 我不是跟你说过 有一个坏蛋曾经在酒楼上欺负过我吗 我记得怎么了 那个坏蛋就是梁君主 那小姐千万不能嫁给这种人 我去告诉司徒少爷 让你们见个面 商量一下解决的办法 他们人多势众 那班难民也跟着瞎起哄 我们拼了命也打不过他们 还有少爷 那个小龙虾最恶毒了 我跟他说 我们少爷待会儿找他去理论 他居然把你骂的狗血喷头 他说你猪狗不如 说你是躲在龟壳里的烂乌龟 说你出生时候就瞎了眼 你再说一遍 不是我说的 都是小龙虾说的 小龙虾是吧 好 你看我怎么剥他的壳 找几个武功好的人把他给杀了 好 不过少爷 现在街上认识你的人多了 咱们就这么光天化着明目张胆地杀过去 不会有人说老爷闲话吧 文讯 傻瓜都知道这事是晚上常做的 是是 我都被打昏头了 我这就去召集人马 公子 咱们真的要帮小龙虾打架 我结败异地有难 我是理当义不容辞 可您是小王爷 跟货贵们斗来斗去的 别人知道了 影响肯定很坏 blend 跟小龙虾似的再见 我看你 满人 我只知道 不论小龙虾让我帮什么忙 我都愿意 公子 你这个样子 就像喜欢上一个女人 做什么事都是不管不顾 你不要胡说 我不相信 这不是真的 简男 我只想一死了之了 文强 你千万不能嫁给那个家伙 你要告诉你爹 那个梁君卓是个坏蛋 他是一条毒蛇 一个恶贵 一个色魔 我知道 可是我爹一向很固执 他怎么可能听我的呢 文强 我去杀了那个梁君卓 一个死人 我看他怎么还能跟我跟我心爱的女人 如果你就只有这么一个办法 那你真的很没用 杀了人 你还能活吗 你的家人呢 你怎么让他们安生 你死了 我怎么办 可是如果让别人娶了你 我还不如死了 简男 光是即是没有用的 我们得想想办法 要不然 我就进宫去求求我大姐 让他说服我爹 在这个家里 爹就听我大姐的 可是呢 就怕大姐也站在爹那一边 大姐一向是和爹一条心的 不过 我会尽量说服我大姐的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你 今天这事你弟弟肯定也参与了 我真想 当时比武的时候 为什么要赢文韬一招啊 你就不要再自责了 比武本来就是有输有赢的 文强 我想去找我妹妹 看看她有什么办法 西途静 她能帮上忙吗 妹妹古灵精怪 比我点子多 我想她一定会有办法的 也好 那我现在就去找她 全都给我烧了 快快快快 起来 看一下 快开 呀 突然 去 someone 把这个стр sociale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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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蛋 走 走 坐下 你们去帮助其他难民 这里由我来对付 小龙虾 快走 上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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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三弟 我来帮你 去吧 来 去吧 去吧 快哎呀 快 走 快 走 快 快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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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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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